工作人员 对方马上在电话里提醒李女士 如果她的确没有在福州申请过坐机电话 应该马上向警方报案 为了节省时间 他们会帮她报案 让她稍等 果然五分钟后电话又响了 电话里陈警官告诉李女士 现在不能排除她的犯罪嫌疑 但是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 也有可能是犯罪分子 盗用了她的身份信息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她银行卡里的钱 很可能会被犯罪分子全部取走 一听这话 李女士更是慌了神 那位陈警官说 为了确保她的资金安全 同时也是警方办案需要 李女士应该马上把她所有的钱 转到警方指定的安全账户上 警方调查后 如果她没有问题 钱很快就会转还给她 慌乱之中 李女士按照陈警官的要求 来到ATM机前 将自己账户里的100多万元 全部转了出去 整个过程中 陈警官还一再叮嘱李女士 为了她的名誉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和别人讲 就这样慌里慌张的 李女士就把自己100多万元 给转了出去 但是睡了一觉 第二天醒来 就觉得有点不对头了 如果对方不是公安局的 那怎么办呢 再想到近来社会上说的电话诈骗 她怀疑自己是不是被骗了 赶忙到派出所报案 我们就对她这个账号 对方的账号 进行查询 21号报令 24号的下午 她四点弄打的 四点半的时候 这一笔存款 已经粉成了四个账户 都分别的转出去了 然后抖印进行了期限 根据银行的取款记录 警方立即对此案展开侦查 警方发现 犯罪嫌疑人主要是在福建的厦门 浙江的杭州等地取款 徐州警方随即赶往厦门 杭州等地调取了银行的监控录像 并根据这些录像 陆续将几名取款的犯罪嫌疑人和他们的上线抓获 在下午